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几种面向特点 特别是比较坏的 首先一个是三白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心神的外线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人心 看出一个人的精细神 肝开窍于目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识和意志 如果是一个人的眼睛 眼白比较多 形成三白的话 或者四白的话 这种人先天甘气失衡 平时不喜多言 一旦触犯其利益 就暴露本性 特别容易发怒 做事往往是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 下手比较凶狠 毫不留情 破坏率非常之大 一生磨难重重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鲤鱼嘴 鲤鱼嘴就是这种脸 典型的鲤鱼嘴 鲤鱼嘴就是嘴角向下 嘴巴代表一个人的情意 和为人处事的态度 长有鲤鱼嘴的人 大多数怨气很重 怨气一看就别人欠他钱似的 特别喜欢抱怨 个性非常的悲观消极 整天为了各种事情烦恼 那么贪心也是很重 永远不知满足 整天抱怨自己 得的不够多 遇到的问题呢 总是喜欢推卸责任 喜欢以怨报得 这是鲤鱼嘴 那么还有就是眼尾下钩 眼尾往下 一般的我们东方人的眼睛 眼尖都是往上翘一点 带点翘 那么像这种呢 它是眼尾往下走 那么这种呢 就是眼神温和的人 大多数啊 这个 充满爱心和善心 内心非常真诚 特别容易相处 而眼神凶煞之人呢 大多数非常邪恶 喜欢算计 容易做一些损人 利己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那么一生啊 灾难也是比较多 眼尾上吊的话 称为吊烧眼 这种人绝情 绝情 心狠 如果是眼尾往下勾的话 这个性情啊 比较内敛 内心非常的奸诈 阴险 属于那种 吃人不吐骨头的类型啊 并非善类啊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美股啊 美股比较高的面小 那么美股低频的话 大多数人心心比较坚韧 忍耐心很强 有很强的隐忍着力 善于思考 做事啊 非常细致 有很强的规划性 如果是鼻梁和美股 都比较高脱的话 大多数比较偏执 做事比较激进和高调 脾气不好 缺乏隐忍 特别容易发怒 经常为了一点小事情啊 大动干活啊 但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刻薄 凡事啊 以自我为中心 是非常高调的一个人 喜欢表现 半节眉 半节眉呢 我们说要眉 要长于目 才是好眉 眉毛在面相当中 是兄弟公 这个代表一个人的 兄弟和情谊啊 这个人际关系等等 如果是稀疏淡薄的话 大多数内心比较冷静 理智 做成的缺乏人情味 眉毛只有半节的话 经常说的短眉 俗话说眉不盖眼 人散彩离啊 这种人呢 做事往往是脾气急躁 这个为人处事方面 缺乏耐心和坚持 不论做事 还是对待感情 都很难做到 有始有终啊 喜欢半途而非 这种人呢 是要考虑自己的 一些后果风险啊 这个容易啊 钱财都 这个人和财都散了啊 还有就是人重偏长的面相 这个鼻子和嘴巴 鼻子下方 嘴巴上方是一条沟啊 这个是人 这个都脉和认脉交汇之处 任督二脉交汇之处啊 为阴阳交合之处 如果是一个人的人中 非常的短 这种人的性格 非常的直爽 做事总是啊 自来自去 情商低啊 如以得罪人 如果偏偏长的话 这种人呢 善于采摩 采摩人心 心机非常的重啊 报复心也极重 属于这种有仇必报的类型 方方是能够爬上高位啊 这个是心狠手辣啊 好了 这六种坏人的面相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涯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特别是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